我刚做研究生不久 苏联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宣布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 当时给我极大的震撼 那个时候 我相信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 我坚信我们中国也必然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现在就得做准备 将来我们国家走得顺当一点 少走弯路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天上是些什么东西 但是有一个好处 天上会掉下东西来 陨石 中国没有人搞 我说没有人搞 我去搞啊 有很多地方的小高炉 烧那个铁矿石烧不掉 烧不融 这什么矿石啊 我一看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铁运石啊 那是合金钢啊 那你人是融不了的 它已经经过高温融融了 它在天体里头炼的 它那个炉子是一百万年冷却一度啊 以后我就不断地做内蒙古60年掉下来的陨石 甚至包括世界规模最大的吉林陨石鱼 您从事这种特殊项目的时候 对 家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总得跟父母跟家人说一个 你去哪了吗 没有 我要出差了 但是领导也找我的妻子说了 第一你不能问 第二你不应该知道他到哪去 第三他到底干什么活也不能讲 我们组织了一支很好的队伍 老实讲这一段准备花了35年 从1993年 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有条件探阅了 火箭有了 飞船也有了 但是没去过月亮 所以从1993年 我们一直论证了十年 加起来有45年 我们要设计好 在2007年 我们第一次探测月球 发射一个卫星 绕着月亮飞 我有很多新的发现 所以我们嫦娥一号 真的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而且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 月亮上有一种资源 将来可能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的 重要的能源的原料 至少可以用一万年 所以后来呢 人们就把探阅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欧阳钻眼先生叫做嫦娥之父 我没有这个资格呀 我觉得这是给我的一种激励 鼓励而已 这是我们全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觉得成千上万的人啊 他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很敬佩我们国家 因为年轻人成长了 是 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他们都有真本事 所以我很敬佩他们 您看这一步一步啊 其实是一直有真本事 这几个字伴随着您的 对 我觉得国家培育了我的一生 国家 使我能够担负起这些责任 唯有一条 我感恩 我要报国 所以要学好真本事 以学报国